别闹了,菲曼先生,七,好险,又过关了,作者理查德·菲曼,译者吴承远,朗读宝珍 念麻生理工学院时,我只对科学有兴趣,其他科目都不在行,但是学校有个规矩,你得修几门人文课程,好沾染一点文化气息 于是我拿着选修科目表从第一行开始看起,没想到天文学被贵入人文科目,那一年我就借着天文学逃过一劫 到了第二年,我又拿着选修科目表继续往下读,看看除了天文学之外,还列了些什么玩意儿 终于,跳过了法国文学之类的科目后,我发现了哲学 这是我所能找到跟科学最接近的东西了 在谈哲学课的事情之前,让我先谈谈英文课 教授规定我们要按照某些题目来写文章 比如我们奉命评论米尔讨论自由的文章 但是我没有像米尔般讨论政治上的自由 我写的是一般社交场合中的自由问题 像为了表示礼貌而假装或撒谎,还讨论这种永无直径的伪装把戏 会不会带来社会道德的败坏等等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但并不是原来的写作方向 另一次我们要讨论的是贺旭黎的一支粉笔 在文章里他谈到了手中握着的一支普通的粉笔 原是动物骨头残骸 地球内部的力量把它往上推,成为白灰牙的一部分 后来被人踩来做粉笔,在黑板上写东西,传达观念 我没有依照老师指定的文章,而另外写了一篇模仿之作 题目是《一颗灰尘》 讨论灰尘如何造成夕阳的五彩缤纷,以及促成雨水凝聚等等 我总是耍赖,总是在逃避 但当我们要就哥德的福士德写作文时 我真的没辙了 福士德是本长篇大论的剧著 要模仿他或变其他花样都很难 我简直发狂了 在兄弟会宿舍里走来走去,不停的说 我写不出来,我不要写了,我就是不写了 兄弟会的哥们说 好吧,飞满,你不要写了 但是教授会认为你是因为不想写才没做功课 你还是应该写一篇字数差不多的文章 附章字条说,你实在看不懂福士德 你对这本书没什么感觉,没办法写出来 于是我照着做了 我长篇大论的写《论理性的限制》 我确实曾经想过,以科学技巧来解决问题可能会有的种种限制 想道德价值就不可能靠科学方法来评定等等 这时候又有另一位兄弟提出建议 他说,飞满,这样是不行的 你不能交一篇和福士德毫不相干的文章 应该想办法把你写的文章和福士德扯上关系 这太荒谬了吧 我说,但其他兄弟会的朋友都认为这个主意很好 好吧好吧,我会试试看的 我心不甘情不愿的说 于是我在写好的文章后面又写了半夜 说福士德代表精神,魔鬼则代表理性 哥德在作品中要展现的是理性的限制 我加油添醋,东拼西凑,把文章交了上去 教授把我们一个个叫去,个别讨论我们的文章 轮到我时,我做了最坏的打算 教授说,文章的开头写得不错 但关于福士德的内容有点太简略了 否则这是会很不错的文章 你得必加 我又过关了 现在谈哲学课 哲学教授是个留胡子的老先生 叫鲁宾逊 上课讲话时总是咕噜咕噜的 我一点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其他同学好像比较明白他在说什么 可他们却不怎么专心听课 我有个十六分之一英寸粗的小钻头 上课时我总把他拿在手里 在鞋底钻孔打发时间 很多个星期我都是这样过的 终于有一天下课的时候 鲁宾逊教授又火卡摩卡摩卡火卡火卡的咕噜了一阵 大家都很兴奋 纷纷交头接耳讨论个不停 我猜他一定讲了些什么有趣的事情 真要感谢上帝 我特别好奇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问旁边的同学 他们说 我们要写篇论文四星期后教 写些什么呢 写他一年来讲过的东西 我真的被难倒了 整个学期我听过而刚好记得的只有一次 当他说摩卡火卡 一时留摩卡火卡 然后呼的一声又回复一片混沌 但一时留这个名词 倒是让我想到多年以前 父亲问过我的一个问题 他说 假定一群火星人来到地球 假定他们从来不睡觉 只是不停的活动 从来没有叫睡眠的这个现象 而他们问睡觉时有什么感觉 睡觉时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的思想会突然停顿吗 还是只是脑袋会转得越来越慢 你的心智是如何关起来的呢 这个时候我的兴起来了 现在我要回答这个问题 睡觉时我们的意识流 是如何停顿下来的 于是接下来的四个星期 我就这个题目进行了研究 我把房里的窗帘拉下 关掉灯 睡觉 我要观察自己入睡时发生的事情 晚上我再睡一次 因此每天有两次观察机会 太好了 起初我注意到的都是跟入睡无关的小事 比如说我注意到我会跟内在的另一个我对话 进行思考 我也会幻想出很多影像 而当我逐渐疲倦时 我发觉自己居然可以同时想两件事情 我是在进行内心对话时发现这个情形的 当时我一边对话一边呆呆的想象着 床尾绑着两条绳子 穿过很多滑轮 绕过一个旋转中的圆筒 慢慢的把我的床吊起来 起先我没有意识到 自己只不过是在想象这些绳子 直到我开始担心 其中一条绳子会缠上另一条 以至于运转不畅时 我内心说 哦不用担心 绳子上的张力会摆平这个困难 以至于打断了原先的思路 让我发觉自己同时可以想着两件事 我又注意到入睡时思想还会继续进行 但各种意念之间越来越不合逻辑 但起先你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直到你问自己 我怎么会这么想 而你勉强回想 却完全记不起来是什么鬼东西 让你有这个想法 因此各种逻辑幻想都会出现 但你的思想很快便不受控制 独断独行全部相连 然后你就睡着了 过了四星期昏昏沉沉的日子 我写了一篇论文 说明了所有观察结果 在文章的结尾我指出 我都是在看着自己入睡的状况下进行观察的 而我实在不知道 当我没有看着自己入睡时 入睡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以一首小诗作节 指出进行内省的困难 我搞不懂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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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搞不懂 我搞不懂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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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搞不懂 所有人都缴了卷 到下一刻 老教授在班上念了其中的一篇 摸摸火卡摸摸 当然 我完全没法搞懂那位同学写了什么 接下来教授又念了另一篇 摸卡火卡摸摸火卡火卡 这一篇我还是听不懂 但是到了结尾 他念 火卡不到为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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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卡不到 火卡不到为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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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卡不到 天哪 那是我的论文 我真的听到了结尾 才把自己的文章认出来